它這台是2012年的 然後 4400cc 哇 最近多少 最近一年大概六萬 一年一九號 歡迎來到中古車值多少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台 大家都很期待的一台車 G T Car 為什麼是GT-R 發電 大家很期待這台車 對啊 沒有人要賣 對啊 無所謂 好啦 我們等一下要看一台是 V-0的 VNW的 5系列 然後它是5系列裡面最貴的 多了一個M 然後它再來是2012的M5 然後 它有貼母 原本是三藍車的 公里數大概七萬多 快八萬 那這台車新車價快七百萬 現在八年大概剩一百多而已 差不多啦 大概一百 一百三到一百四十幾 大概就是區間 其實有莫過其他車 對這個就沒有太大的興趣 你會有興趣嗎 沒有 我反而對GT-R比較有興趣 大家都是 好啦 車主我們已經跟它約好時間了 然後剩下的就是等 之前我們超多出門 等時間到出門 那剩下的 我們到現場 帶大家下去看 看看 3 5 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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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 我已經收到了 萬眾期待 在那裡 這裡 屏東交界 OK 太遠了啦 我們現在講一下在 F10的m 它這台是2012年的 然後 4400 Cel 4400喔 哇 最近多少 最近一年大概6萬多 4100億啦 大概是600多萬 然後這台它是總代理的 不是外匯的 然後它這個 它這個原本是560p 然後最新的是600p 整體我覺得不錯 可是輪胎有點吵 而且它有用到PS4S 然後還少吵 原廠是 誰 19吋的旅圈 然後改20吋 然後一樣是前後背 前面26535 20 後面是29530 20 趕快這麼臭 但是它的加速性真的 頗棒 而且椅子好舒服 比一般5頭的還要舒服 然後比我上舒服 你上算什麼 哇 這是用錢打造出來的 你上算什麼 你以為是那個 買沙發送車 哈哈 這個 一般 M5大家講的就是 超跑 檢舉 放車 整體我覺得它不錯啦 而且它是一台沒有P檔的車子 就是它的排檔 就是一顆小小的 從以前就是這樣 像現在D檔我 煞車放掉它還是不會動 你要稍微踩油門才會動 它是這個是 壞掉 不是啊誰跟你壞掉啦 好不好 這個是自手排雙離合的7速變速箱 就是它的操作更像手排 所以我今天就是不會動 我要踩油門它才會動 如果上下坡放掉它會不會動 它不會動 它會停在那邊 它會停在那邊 喔 會變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在上坡或者下坡 你碰一下油門它就會動 就是如果你上坡的時候 你碰一下油門不繼續乘它就往後路 對 就等於是幫你解除掉 因為我第一次開的時候我還在想說 為什麼這個車沒有做Auto Home 這樣子如果下坡會滑怎麼辦 可是開了一陣子之後就發現它有這個功能 它這個有點類似Auto Home 然後因為它這個是這個變速箱啊 是MDCT的變速箱 它的換檔沒有現在新的那麼順暢 然後我跟你講 正常大家都知道左邊這些什麼方向盤啊 避震器啊然後轉速的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什麼 它中間這一個 那是什麼 我跟你講中間這一個是在控制它的換檔速度 然後第一個轉速這個 大家一開始看到應該會覺得它是很像定速的符號 可是它這個是油門反應 它是來控制油門反應 然後避震器啊 方向盤的景度 然後M系列的車子大家都會有 方向盤摸得到的地方 它都會有一個叫M1跟M2 就是有兩個模式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然後自己去記憶 比如說我今天我想要全部都是Sport Plus 它現在是設定M1就按著 它就全部都到Sport Plus 其他的 除了引擎變速箱 然後避震器 其他的都跟一般的5系列長 然後這顆引擎 蠻耗油的 平均也大概8啦 560匹 對 B型8缸 8缸的聲浪就是 3 它這台原車是深藍色 然後你包括它裡面它這個4版啊 也是貼的 這個也是貼的 我發現它全車的環保材質多 冠穩 然後 All Tempo 整體我覺得不錯 那因為它這台新車價是 689 這種車買來就是只有這就而已 沒有第二個好處 超買那麼糟 呃 有 幾米 幾米可以啊 等它接單它就開始掉了 那 這台M5我們最終的收購價格 它是在 140萬 然後 開價的話我們會開在 168萬 168萬 看這邊 好啦 那我們這支M5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給你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車子的價格 接你接下我們的方法 來 我們有時間就會馬上回覆 我要去顧下一台車子啦 大家下次見 拜拜